坐着柚子,心心念念的十一小长假终于来了,相信在座的各位,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万马奔腾,收拾好行囊,想要去看看远方的诗《玉田野》了,可在这里必须再问大家一句,你,真的,准,备,好了,吗?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古感,先来说说出行,如果你选择开车出行,那是一的高速公路,放眼望去就一个字儿,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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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位大兄弟开车从杭州到山东,开了一晚上才到江苏,这不是很关键,关键是,高速上单步一停五步一走的节奏,他踩刹车此数太多,愣是把矮子踩破了,或许他这辈子做过最执着的决定,就是明知高速赌,偏向高速行,下面这位大兄弟就更崩溃了,作为新郎的他赌在高速上,怕耽误良辰,干脆下车。 不行去叠新娘子,你看看这把孩子逼成啥样了,有些人为了避免白天堵车,选择在凌晨出发,事实证明,并没什么卵用,既然堵到怀疑人生,那与其在车上坐着干等,不如下车找点乐子,你的车往前挪挪,我的车往后开开,小哥俩就在这片人工球场上,欢乐得打起羽毛球,这两位大哥干脆开起火。 爱马,老弟你吵的啥,老乡了,下车溜溜狗也是极好的,相逢便是圆,大家别忘家狗有群,回去继续联系啊,有大妈的地方,就有广场屋。 当然,乱淡定和境界,没人能比得过这位打太极的大妈,不服不行,或许你会想了,既然高速这么堵,我坐火车还不行吗? 天,真,都知道十一火车票难抢,难与上青天,好不容易抢到一张火车票,上一秒还开心,跟小哥二百姓的孩子,可到了火车站安检处,内心是崩溃的。 平时火车站的进站口,国庆火车站的进站口,汽车站,也没好到哪里去,没点双十一血轻的精神,上都别想上,坐车两小时,安静一小时,花火车的钱,体验了一把坐飞机的感觉,就这样一路上挤破脑袋。 终于到达目的地,想着能放松下,好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了,知道国庆节景点人山人海,提前给自己做了无数心理建设,不过经历了高速堵车后,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过不去,不就是己吗? 在即能有高速己,可把脸来得太快,就像龙准风,那些驻人,名山景,人点海,故宫和长城,我们就不说了。 我们来感受下其他的,传说中的断桥,害怕他真的断了,南京中山林,没有经历过人紧人的人,不足以谈人生,外滩了马路,现在没几十个安榜人员帮着过马路,都不好意思,叫热门景点了,国庆的慈禁口,你以为他会像江南小巷那样矮月温柔,可实际上,他不下雨的时候人紧人,下雨的时候伞起伞, 九月三十月的冰马泳,十月一月的冰马泳,既然来到西安,怎么能不入乡随俗,体验一把肉夹馍的感觉呢? 单狭地貌,这对怕,不是要排到天荒地老吧?妈妈我后悔了,我想回家,南京街头,上演大行斧山行,如果说高速度到你怀疑人生,热门景点则即到你怀疑人生,就像那句话说的,排队一小时, 参观五分钟,国庆节出去旅游后,一爷爷发自肺腑说了这样一段话,at less than west 还有多少家庭,宁过节出行乱这里破碎? 什么?你说去小众景点不就好了吗?何必去热门景点人竟然? 哦,是吗?公园,连景点都算不上吧?国庆却是这样的,em?大家大概都很闲吧?沙漠总没有人去了吧? 啊,巧了,别人也是这样想的,国庆节都多慌,放眼望去都是浩浩荡荡的骆驼队,分分钟给你重现丝绸之路的圣景 沙漠,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,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,国庆出门有风险,你想看一看山河大海,看的却是人山人海,或许你会问了,那国庆节去哪里呢? 我摸着良心给在座的各位,推荐一个绝大地点,它,不仅便宜,它,还有免费WiFi最重要的是,它相当宽敞,真想到你怀疑人生,或许你已经猜到了,它就是,单位,如果上面这个不满意,那就在家里待着吧 朋友圈最流行的国庆期间度假攻略,可以了解一下,所以说,是薯片不好吃,还是电视剧不好看,在家不好吗?为什么要出去折腾自己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